泥路上 勞業眉 勞業眉Brenda在香港長大 中學畢業之後 去了美國坎薩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讀電視電台學 回來香港之後就加入了當時的麗的電視做編導 我雖然也偶爾去到麗的電視那裏表演和主持 但是和她相熟 反而就是一間餐廳扒房 Captain's Table 家卓餐廳那裏 當時我就是餐廳的駐場歌手 而Brenda就是part time歌手 我們都是folk lovers 熱愛民謠 每晚就跟客人 其實很多後來都變成朋友 一起共聚唱文歌 當然以英文文謠為主 真是非常之懷念當時的日子 幾年之後 我加入了港台成為了DJ歌手 也同時加入了保麗多灌錄唱片 保麗多即是保麗金的前身 而Brenda 後來也以DJ歌手的身份加入了商台 而且成為六啤半的其中一個成員 更獲得余增推選翻唱五輪真功的歌曲 一葉洲 後來就成為中文版的 為什麽 一唱二雄 沒多久 DJ歌手就開始成為一股趨勢 而盧業未 亦獲得EMI即是百代唱片 邀請加盟成為唱片歌手 但是要講到泥路上這個故事 就要拉近盧冠廷來講 話說盧冠廷即是Lowell 在美國回來之後 又是拿著結他 就在尖沙咀某間酒店的lounge 駐唱 而Brenda 喜歡文謠 喜歡文歌 偶爾會去聽歌 而Lowell就得知 Brenda是EMI唱片的歌手 於是就將一盒錄了Demo歌的錄音帶 交給Brenda 帶回公司 聽聽 而盒帶裏面 正藏了盧冠廷的成名作 天了 盧冠廷 原意 就不是想自戰成為唱片歌手 而作品天了 本來 就是屬意給林子祥主唱的 Lam當時就是EMI的當紅歌手 當時EMI的總裁 KK王 王啟光 是一個熱愛品味音樂的發少友 當他聽了這個Demo之後 就立即邀請盧冠廷自作自壽 自己演繹自己的作品 結果 大家都知道 一炮而紅 到了後來 盧葉媚 就因為要推出新唱片 而EMI又有盧冠廷剛剛新加盟 於是 他就作了一首本地的文歌給Brenda 雙路合作 足以比美同屬EMI的雙葉 即是葉麗兒和葉真堂 流行了幾十年的泥路上 就此誕生 鄭國綱老師的歌詞里面說 泥路上常與你 漫步細雪將來 竟然不經意地透露了 當年我和Brenda經常相約行山 行泥路 歌詞還有說 泥路上懷過去 又覺愛似青苔 不經意地 世世蔓延 竟將我心 悶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AGA WASTER MING PAO They were anim採用点 在隱往 抹 remainder 解放